2023全国台协会长座谈会7号在北京举行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主要会务干部 152家台资企业协会会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共约300人参加 围绕支持台商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 参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深入研讨与交流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座谈会上表示 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积极扩大两岸交流往来 推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重大举措 助力台商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广大台胞台商参与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 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 希望广大台胞台商顺时顺势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 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贡献力量 大陆的经济它的前景应该是它的振兴飞航的足 潜力大而且充满了活力 我们认为它长期向好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也是台商不管是现在 还是以后都是最好的投资选择之地